黄湘婷对于精英奖颁奖典礼将能与世大运队友的聚首感到相当兴奋 记者刘兆与摄影分享 今年在世大运多得铜牌夹击的中华女兰 在日前公布的运动精英奖名单中入围了最佳运动团队奖 其中对上两名重要成员陈燕宇与黄湘婷在今天出席电信女兰公益活动时 一口同声表示对于入围感到相当意外 也期待颁奖典礼当天能跟队友们再度聚首 106年运动精英奖入围名单在日前揭晓 世大运女兰代表队将于2017年世界运动会中华女子拔河代表队一同竞争最佳运动团队奖 其中来自电信女兰的陈燕宇与黄湘婷 在今天出席中华电信女兰爱与关怀群回公益活动时都表示 是在队友与朋友的通知下才得知入围消息 真的很开心也觉得很特别 因为精英奖在我印象中就像是体育圈的金马奖 黄湘婷透露自己是在世大运队友阳琴的通知下才知道入围消息 而阳琴也邀约他在颁奖典礼当天盛装打扮一同出席 最开心的还是能够跟大家又聚在一起 因为我们感情真的不错 也希望教练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喜悦 而在世大运铜牌站拿下34分的银球工程陈燕宇 同样对于入围精英奖感到相当意外 我从来没想过会因为篮球而入围什么奖 我也会在群组里面通知 大家把斗签舞拿出来准备一下